其實他的球速也比球探報告還要快 就是這一顆 這顆滑球讓對方就是擋不到了 半局 馬卡尼看起來也跟波多黎各一言不合 他很有可能也要把對方兜給三陣掉 不過這個時候一壘跑者是倒上二壘了 PEDRO到壘成功追平分來到得點圈 這個球選掉再倒一個壘包 二壘跑者當然你不理我 理所當然 一直的一個控制跟步手擋球 像這一顆 要到了 這完全是這個跑者給跑回來的分數 哇 PEDRO好像波波贏這場球了 但只是平手3比3 是 這真的你想不到 就是兩個三陣完之後 他的一個發動倒壘 然後 你不管他想說抓 專心抓打者 倒上三壘 我們正在彈這種可能性的時候就發生了 是剛才 烤克恩內的一個滑球失控 這一棒打投手正面 投手做了一個短拋 波多黎各在六局上半 發揮他們的韌性 追平的比分 靠著爆頭 回到本壘兩隊3比3打平